大家好,欢迎收看Google Play Policy Bites 我是Sandy,是Google Play内容运营团队大众话区的负责人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介绍近期政策更新和重要提示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这次政策发布中的新政策 关于目标API等级和索取安全套件权限的政策 关于目标API等级的政策 为了向Android和Play使用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使用体验 避免有新人士滥用平台的资源 我们将要求所有应用程式符合下列目标API等级的政策 第一,所有新应用程式和应用程式更新的内容 所指定的Android API等级 都必须是在Android作业系统最新主版本发布后 一年内所推出 如果新应用程式和应用程式的更新不符合此项规定 未来将无法透过Google Play管理中心提交您的应用 第二,如果应用程式是没有更新 而且指定的API等级 又非Android作业系统最新主版本发布后 两年内所推出 新的使用者就无法在搭载最新版Android作业系统上的装置中 搜寻到该应用程式 当然,先前曾经从Google Play商店安装该应用程式的使用者 这不受影响 仍然可以透过该应用程式支援的任何Android作业系统版本装置中 找出、重新安装及使用该应用程式 我们了解这对部分开发人员来说 会是一项重大的更动 因此特别延长政策的合规的宽限期到11月1日 开发人员如果需要延长修正的时间 可以选择在Play管理中心中申请展延修正的截止日期 将期限顺延6个月 开放填写表单的时候,我们会通知您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索取安装套件权限政策 以便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保护和控制 来防止可能自行更新或下载有害APK的应用程式 如果您的应用取得了Request Install Package权限 即可要求安装应用程式套件 而如果您要使用这项权限 应用程式的核心功能必须包含 第一、传送或接收应用程式套件 或是让使用者启动应用程式套件的安装程序 这里列举了一些我们许可的功能 例如网页搜寻和浏览 支援附件的通讯服务 分享传输或管理档案 以及管理企业装置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次政策发布中的政策更新部分 看看我们对新闻使用者自制内容 和无障碍功能政策做了哪些更新 首先说明新闻政策 这次的更新呢 我们扩大了新闻政策的适用范围 涵盖更多目前不在政策范围内的新闻应用 在这项更改之前 新闻政策仅涵盖在Google Play Console中 声明自身为新闻的内容 现在我们扩大政策的范围 包含列在Google Play商店中 属于新闻与杂志类别 而且通过应用程式的名称 图示 开发人员名称 或在说明中将自身定位为新闻服务 也算是新闻类应用 此外我们也将修订这项政策 允许新闻应用程式将需要列出的联络方式 从两种改为一种 以及电话或是电子邮件 并允许原始发布者 不需要逐一列出每篇报道的作者 请注意 社群媒体账号的连结 不足以作为发布者的联络思绪 再来 为了支持使用者自制内容平台上的多元性 如果应用程式属于使用者自制内容类别 且允许平台中出现附随性的色情内容 那么就需要实行更严格的审核机制 如果您的应用是属于此类的情形 这类应用程式也必须符合以下所有的条件 第一 这类附随性色情内容必须预设为使用筛选器隐藏 并且使用者需执行至少两项操作 才能完全停用这类的筛选器 第二 您必须采用例如非诱导性年龄选择画面 这类的年龄筛选系统 明确禁止儿童存去您的应用程式 第三您必须在内容分级问卷中 据实回答与使用者自制内容相关的题目 最后为了向使用者提供更完善的安全性防护措施 我们要明确的澄清 Accessibility API不应该用于远端通话的录音 应用程式也不得向该API发出此类的要求 另外再次提醒 如果要使用这个API 您必须在应用程式的资讯中公开声明您的应用程式 为无障碍工具应用程式 好的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分享一些重要的提醒 首先谈谈资料安全性专区 如去年时提过 这是在Play商店页当中即将推出的功能 您可以在这个资料安全性专区中 分享您的应用程式如何收集分享和保护使用者资料 开发者从去年10月开始就在Play管理中心中填写表单 而我们也收到了一些问题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也分享了一些更新 我们今天想再次说明一下相关的资讯 首先我们延长了时间轴 让开发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审查更新并做出更改 我们将在本月的晚些时候 在Play商店中推出这项新的功能 如果您的资讯还没有获得批准 那么这个专区会显示为没有相关资讯 而从2022年7月20起 每当您提交新的应用程式和应用程式更新 就必须填妥相应的资料安全性表单 我们提供了一些提醒和事例 以帮助您更顺利地完成此项流程 第一 所有应用程式都必须提供隐私权政策 您必须在Google Play管理中心和应用程式内 或一次为多个应用程式提交表单 那您可以下载CSV的范例档案 并且填妥各项资料后将表单汇入管理中心 另外你也可以透过荧幕上这个说明中心的连结 参阅其他的常见问题 并取得能协助您填写表单的额外资源 例如说明如何查看应用程式的宣告权限 API和程式库的开发人员指南 还有 自3月1日起 您可以前往Play管理中心当中的资料安全性专区 添加可选徽章 以展示您如何在Play商店的资料安全性专区中 保护使用者的资料 例如 如果您是合家试用计划的一员 您可以选择添加此徽章 以表明您致力于遵守我们的家庭政策 或者 如果您已参加独立安全性审查的 β版的计划 且您的应用程式已依据全球安全性标准 完成独立验证的作业 您可以选择添加此徽章 以强调你的其他安全性实践计划 这项计划不是强制性的 在未来几个月内会开放给更多开发人员参加 又或者 如果您的应用程式不会分享 或向第三方收集任何资料 我们会在这里向使用者强调这项资讯 这次的政策发布中 还有其他在儿童与家庭 金融服务 Android表情符号方面等政策的更新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请前往荧幕上的这个网址 到我们的政策中心中查看更多的说明 最后 关于即将到来的政策修正截止日期 给各位开发人员做一些重要的提醒 首先 Google Play商店会从4月下旬开始 推出资料安全性专区 在2022年7月20日前 所有开发人员都必须提交资料安全性表单 并取得批准 且需附上隐私权政策 其次 我们明白进行修正需要投注相当多的心力 因此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给开发人员一些时间 来因应政策的异动 例如这次的政策更新 我们允许开发人员依据新的索取安装套件政策 和使用者自制内容政策的更新规定 分别在7月11日和10月11日之前 根据新的政策内容来修正完毕 此外 所有的应用程式都必须在11月1日前 符合目标API等级的政策规定 但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时间 可以申请将修正期限延长至2023年的5月 对于上述即将到来的修正截止日期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造访我们的政策中心 建议您享阅这些政策的更新内容 以免您的应用程式受到政策更新的影响 希望以上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政策 如果需要查看政策更新的完整内容和最新资讯 请访问我们的PLAY政策说明中心 那如果是需要观看Google Play政策的所有免费课程 可以通过这个连结访问我们的Google Play学院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与我们的同力合作 共同努力让Google Play成为值得所有人信任的平台 在这边也要祝福各位平安健康一切顺心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